皇上害惨了端妃为啥他还那么爱皇上 其实端妃一直是最能看清四大爷凉薄的人 毕竟当初那晚安胎药的锅可是皇上亲手给他戴上的 哪怕事先不知情当了跑腿小哥 事后也反应过味来了 毕竟他可是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他恨但又不想恨更不敢恨 首先端妃面对的人那可是皇上啊 哪怕是华妃家里那么显赫 四大爷不也是说搞垮就搞垮吗 因此端妃在情感上就会避免自己厌恶四大爷 毕竟他这工作是终生制的 挑槽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那你恨老板有用吗 一点又没有 说不定还会连累自己的薪资待遇和酒足 所以不仅是端妃 后宫中很大一部分的妃子都在尽量的选择避重就轻 就像是遗秀一样 哪怕知道自己所有的悲剧都来源于四大爷的薄情寡义 也是觉得大胖菊一只胖猫能有啥坏心思 都是那个该死的纯元 是他先勾引我们家的四大爷 所以皇后理所当然的恨上了姐姐 为此下狠手害死了他 前妻的端妃也是将自己饱受折磨的原因 本质上就是一种对于自己的欺骗 同时在端妃的眼里 宫里的权力轻诈相互算计从来都没有停过 妃子可以为了自己的恩宠算计皇上 那皇上当然也可以反过来算计自己的妃子 端妃对于四大爷的爱带着很浓重的木墙主义色彩 他和皇上本来就是一路人 身心弱肉强食的道理 因此皇上让他当背锅侠 他也只会觉得是自己奇差一招气不如人罢了 而且爱也是端妃在后宫保命升职的重要砝码 如果黎妃够聪明的话 就会知道一个男人的怜悯和同情 足以让他站稳脚跟 虽然爱玲戎不明白 但端妃却把这套玩的手拿把掐的 试问四大爷咋可能不对一个自己害得他无法生育 他却依然深爱自己的人没有几分怜惜呢 正是这几分怜惜让端妃狗到了华妃去世 而等到华妃去世后一切苦难都结束了 端妃大愁得报身边还有瘟疫做伴 所以也就看开了这些年的感情纠葛 此时的他对于皇上已经牵挂关爱超过了男女之情 但让端妃这个人之所以这么拧巴的根本原因 其实是因为当初在影视化时 将援助端妃和徐燕仪的人设进行了融合 端妃的冷静自持步步为营 继承自援助端妃 而一敲深情则是来源于徐燕仪 所以这样一个聪明的恋爱脑 也算是剧版的小bug吧 谁能想到当年华妃能逃过网报 全靠讲心不听导演的话 我老是跟导演讲导演你能不能让我这样演 导演你能不能让我这样演 导演说为什么 我说在我的眼里华妃不是一个反面角色 她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 谁敢信呀 当年不过28岁的奖心 就能像华妃这样一个嚣张跋扈的恶毒女配吃的这么透 其实当初的奖心并不是正道的第一人选 毕竟原著中的慕容世兰算是前期的一个小boss 还是个张扬明媚的大美女 这要是选的演员撑不住凤一万千这四个字 那剧的前半部分不是毁了吗 所以当时剧组的第一选择就是比脸从没有输过的糊涂前期 但因为一些原因没谈拢 正好此时的奖心来了剧组是曹贵人 但他一打开剧本可能就收到了华胖胖的召唤 一眼就爱上了这个角色 强烈要求给我试给我试 但导演觉得我们华妃娘娘是美艳恶女 不是青春小白花 你这形象他不合适啊 所以根本不给他试这个角色 结果惹到咱奖心你算是贴到题板了 那小脾气蹭蹈一下子就上来了 当场就怼了回去 不是你怎么知道我不适合呢 你说你不行 你不够跋扈 不是导演我没眼怎么知道我不跋扈 导演一看 哎呦不错对味了 那来试试 结果奖心一张嘴就让人觉得 这不是华妃穿越了吗 哭哭哭就是能哭扰 那妈的真带见呀 当天就定下了奖心 而《甄嬛传》拍摄时 奖心也是真的在思考 如何将这个角色演绎的更加深刻 所以一直从她的刁钻中 寻找属于世兰本人的可悲 就像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一样 华妃的确干过很多天理难容之事 像是陷害梅庄甲韵 溺死唇儿 给温宜为慕书粉啥的 但她也是最可怜的人之一 都说世兰嚣张 但这样的她 也为了四大也偷偷抹了很多次眼泪 华妃为皇上付出了自己所有的爱 但可惜帝王终究是帝王 那些所谓的儿女清长 在她的眼里 也会变成处理政要的关键武器 她会为了稳住年耕摇 甜甜去华妃宫里 也会为了窥探年家一心 送皇贵妃的衣服试探她 而年世兰仙仙念念的 那个流产的成型男胎 也终究是随着欢迎相真相的暴露 变成了她心里的死结 只能说蒋新的演技是真的好 让我们看到了原著 那个恶毒女配的另一面 让许多人共情到了华妃的悲哀 这才是你的亲妹 为啥玉饶和真母都不咋喜欢换臂 嘿 那你能对自己老公的私生女有好脸色吗 更何况这个私生女身上 还隐藏着 可以让你全家被酒足消消乐的秘密 但是真妈不喜欢换臂可不仅仅是因为她的身世问题 其实真妈咪一直都知道何绵绵的事 要不也不会在缓缓要说换臂为异媚时表现得云淡风轻 不过就像是真母说的一样 夫妻之间的相处靠的就是谨慎 所以哪怕是真缘倒将何绵绵的女儿带回来 给自己的女儿当婢女也不敢有所怨言 因为这件事被捅出来后 那就是他添大祸 那岂不是场下他添大祸 但从他能同意真还带换臂进宫就可以看出 真妈不是个小心眼的人 因为出身就苛待于换臂 而真正让真妈咪不惜换臂的是她的行为 这宫里本来就是一个极其讲究尊卑礼仪的地方 她这个亲妈进趟宫都得警醒着点 该给真还下跪就下跪 该说竞语还得说竞语 但换臂却被桓和真缘道纵容得有点飘了 真母带着自己的婢女下跪 桓桓不敢受立马搀扶 就她搁那硬邦邦的站着 生生受了真母的礼 那搁谁身上谁能舒服呀 而且换臂在真母与桓桓面前 也是从来都不把自己当奴婢 还喜欢到处显摆自己的能耐 想让人高看一眼 因此真妈咪自然也是不惯着 借着穿着之势提点真还 一旦换臂过于张狂 轻则连累桓桓倒霉 重则真家意气完蛋 而欲饶的不喜则是简单多了 那就是单纯的三观不合 桓桓和梅姐姐好得跟穿了一条裤子一样 如今没装嘎了 哪怕你不伤心 你也得心疼一下难过的快断气的桓桓吧 但凡和甄嬛共情一下 也不能干出葬礼暗恋的事吧 光这件事就够让欲饶觉得 换臂够抽象的了 更不用说换臂还要为了不让果子离戍边 进攻求甄嬛 虽然换臂作为一个妻子 不愿意和丈夫分离是没错 但这件事涉及到了准个儿 就已经不单单是家事了 欲饶身上带着的那股子文人的傲气 是不允许她在国家有难时袖手旁观的 更何况 换臂还要窜夺老时期临阵脱逃 她当然是更无法理解了 因此哪怕后期的换臂被认成了义女 玉绕也从不喊她二姐 只是喊她玉吟姐姐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宝子们还有啥想看的 记得来评论 原住四大爷越来越绿 甚至后期每一个亲生娃 竟都是因为缓缓的一句话 原住的四大爷 可以说是个几万千绿色鱼翼体的小绿人 那是弟弟绿丸陈子绿 陈子绿丸子绿 儿子绿丸子绿丸 玩的生父都指向了不同的人 而她绿透了的根本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这四大爷生性凉薄 还爱搞替身梗 今天伤害这个 明天伤害那个 啥样人人建功呆两年 都能原地化身疯子阴暗怕行 玉绿最著名的绿帽子 不就是这样戴上的吗 先是听信恶闽禅颜 流放真远道 又是一句玩玩泪青 让真还心碎 这装装借鉴哪个冤枉了她 所以也不怪缓缓回宫后 彻底黑化 断了玉绿的子孙缘了 而在噎了皇上这件事上 另外两个重要参与者 则是我们无所畏惧的小叶子 与血剑床踏的安玲绒 本来四大爷就因为杖杀小小鸟 有了心理阴影 再加上一蓝一 靠着一手出神入化的训兽技术 成功起爆屠龙 直接升级成了心理阴影plus版 但即便这样 环花也没打算放过她 直接明示太一 皇上受此重伤 咋还能有皇子呢 所以太一也是心灵神会 利用黎妃特宫 掏空了胖菊的身子 以至于后期的玄灵 是想行都行不起来了 所以那时的后宫 也可以用绿云满天来形容 不仅有环花生的撒大侄子 与梅妆生的小臣子 其他嫔妃 更是在环花的故意疏漏下 频繁的想要鱼目昏珠 援助的英贵人就是其中之一 蒋浅水进宫前就有了心上人 但他人被送进了宫 也就不得不断了 不过这心上人也是个狠人 跑到宫里当了御林军 所以英贵人隔宫里 一遇到爱人 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天雷沟地火之下也有了娃 环花得知后不仅没处罚 还帮着英贵人的娃成功落户 该说不说这是大好人呀 并且援助甄幻成就的野鸳养 可不止英贵人 就连三二哥和小妈 孙大英与狂徒统统满足 援助三蛋看上了自己的小妈玉北依 本来玄灵知道儿子看上媳妇后 还是生气的 但环花舌菜莲花 硬生生成全了这对畸形的恋爱 孙大英与狂徒更是在被发现后 被环花送出了宫洗THE 甚至环花利用汪贵人 四个月没事情 有了三个月深远这样的律师 气得四大爷见了太奶 只能说该呀 但凡胖局做个人 都不会累到心发慌 为啥曹其末的一个发誓 竟然环花脸色大变 果然神仙打架从不用明说 曹其末与环花作为后宫智商高地 两人从真还进攻就斗得火热 你害我姐妹 我杀街景猴的 曹其末虽然是华妃的军师 但黏世兰千不该万不该 拿瘟仪做法子勾搭四大爷 毕竟曹贵人可是后宫数一数二的好妈咪 虽然华妃自己看不清 但曹其末看得一清二楚 黏世兰自从因为导致真还小蝉失宠后 就有日落西山之想 而此次赴宠则更像是皇上的捧杀 贫妾虽不伶俐 却也知道 华妃此次的赴卫和得宠 不过是昙花一现 再如何 也只是强弩之末罢了 所以为了自己与女儿的未来 曹贵人起了跳槽的想法 恰好环幻也明白 想要彻底搬到华妃 曹其末是不可或缺的一步棋 所以两人就利益交换问题 有了这次的谈判 对于真还而言 他一开始并没有将曹贵人当成自己的盟友 想的不过是能利用则利用罢了 因为此时结盟 是曹其末急于和华妃撇干净 所以有求于自己 优势在我 但曹贵人更是明白真还的小心思 毕竟自己和他的梁子结得太大 要想让华妃毫无借力的接纳自己 除非重开 所以既然从情上无法做到一致 那就只能是从利益下手 因此曹其末故意向华妃展示了自己的头饰 还着重的强调 这是皇上赏的 以至于真还一现 就变了脸色 但华妃可不是吃了飞醋 而是明白了曹其末的底牌 这宫里想动手的可不只是真还 皇上对年假也是积怨一身 所以曹贵人与环环也不是非合作不可 他拿出皇上的offer 就是为了警告真还 要么做盟友 要么做对手 自己不会成为一颗随时被抛弃的棋子的 所以为了让彼此都放心 环环才提出要任瘟仪做该女儿 为的就是给曹其末一个保证 瘟仪公主 玉学可爱 本宫有意在事成之后 收她为义女 若如此 彼此倒也安心了 这样两人合作的也能更加愉快 这场戏真的是高手过招 招招都暗藏杀鸡啊 环环为啥从来不让温石出给安玲蓉看病 没事温太医 有事石出哥哥 作为环环的私人健康助理 温石出可以说帮甄嬛干过许多掉脑袋的大事 像是啥 私子开壁虫药啊 跑甘露寺要求三婚啊 帮忙隐藏环环真是月份呢 那装装俭俭都能给九族下个狗呛 所以环环也是十分的信任他 甚至多次给自己人发放温石出诊疗卡 但作为前期的轻功F3之一 甄嬛明知暗小鸟有可及 为啥就没想过 让温石出给安玲蓉调理一下呢 难道甄嬛一开始就将安玲蓉当敌命 首先虽然环环此时将安玲蓉当作小分队的一员 但到底是比不上自由一起长大的梅姐姐 所以两人之间还是得有些边界感的 最初华菲当众打残夏冬春后 环环也因为害怕装病必重 所以自然是不方便露面送胎衣的 再加上甄嬛也不清楚 安玲蓉是不是和自己一样在装病 若是贸然带着温太医上门 万一真是装的 那不就穿帮了吗 况且甄嬛也明白安玲蓉的敏感 若是自己的手伸的太长 小鸟必然是会在背后缺缺自己的 那可就真成了处理不讨好了 并且虽然温石出兼职做了甄嬛的私人医生 但本职工作还是太医院的功用太医 安小鸟不像被建筑的梅妆和被华菲封杀的端妃 即便是不得宠 那也是宫里的正经小主 只要他想 大可以派宝娟去请温石出 但小鸟没这样做 反而是接受了皇后指派的太医 那意思就很明显了 人根本就不愿意让温太医瞧 那环环哪能送脸上去给人白白的打呢 再加上甄嬛与温石出是进宫前求过婚的关系 虽然环环没答应 但也是一个致命的把柄 她哪里会把自己的薄弱之处暴露给别人呢 安玲蓉和梅妆还不同 在她去冷宫逼死于婴儿时 甄嬛就知道唯唯诺诺不过是她的伪装 这样一个心思细腻又心狠手辣之人 若是发现了这一秘密 总归是个隐患 只不定哪一天就爆了大雷 所以环环不得不防着点 而且蒙面歌王后 甄嬛就彻底与安小鸟离了心 玲蓉又在那之后做了许多错事 甚至连梅姐姐都被她害死了 甄嬛不让温石出彻底堵死 安玲蓉就不错了 还给她看嗓子 这是后宫 不是教堂 幻幻也不是那爱当圣母的人 做不到对自己重拳出击的敌米 保之以德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啦宝子们还有啥想看的 记得来评论区里留言翻牌子呀